好 各位歡迎來到新一集的J來聊軍事 我是小J 那今天我想來跟大家聊聊的並不是一把槍 一把坦克或是任何一個東西 我想跟大家聊聊一個整體士兵為概念的一個主題 那就是如何讓士兵們願意作戰 我覺得這個問題一開始大家聽到這個問題有時候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如何讓士兵作戰你就叫他們去啊對不對 就像在這個遊戲裡面你把士兵框起來然後點右鍵攻擊敵人 他們就會衝上去攻擊你的敵人 但事實上現實中並不是這樣子的對不對 現實中當我們在玩這些遊戲的時候 這些士兵這些AI士兵這些遊戲裡面的士兵他們並沒有情感成分在裡面 今天你就算叫一隊士兵衝向一個機槍陣地 他們也會毫不猶豫的衝上去 而我們常常在看很多電影裡面的時候 他們營造出來的士兵的一個形象也通常是這種感覺 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前面有一頂機槍陣地 尤其是在那種一戰的電影或者是可能是日軍的電影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一個指揮官大喊一聲 衝啊或者是上啊或者是什麼喊一句非常激勵人心的話 什麼為了家園或是說For Narnia之類的 這些士兵就會直接衝上去然後死傷慘重 但他們並不會懷疑這個命令 他們並不會猶豫他們就會直接這樣衝上去 那電影還有一般的這些藝術產品 對於這部分的解釋呢都是說 因為士兵是遵從命令的然後士兵是擁有非常高的榮譽感的 士兵是為了保護家國他們都非常勇敢 所以呢他們在面臨這些生死關頭的時候 他們還能夠積他們的勇氣然後捨身忘死 但是現實中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對不對 那我覺得在尤其是在台灣 我們常常就是不管你是被問卷問到 或者是朋友之間聊天問到 或者是你自己有時候想到 我們都會最常問說你願不願意為了台灣上戰場 畢竟我們雖然台灣已經非常久沒有打過仗了 但我們依舊是身處於一個很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可能沒有像中東那些地方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的確是比一些跟我們一樣的第一世界國家 或第二世界國家來的有可能會發生戰爭 所以我們常常身為這個國家人民 我們常常會需要思想這個問題 而根據我們台灣做的那些不可靠的調查 似乎有大概百分之七十八十 甚至更多的人在接受這些調查 他們都表達說我們願意為了國家上戰場 我們願意為了國家犧牲生命什麼的 但其實我覺得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說他不可靠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其實並不知道 在戰場上當你在面臨生與死的關頭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這邊不再說我就絕對知道 畢竟我也沒有上過戰場 我們這邊沒有任何人應該啦 上過戰場 所以理論上來說我們應該都不太知道 但是現在有個好東西 那就是大家今天你在看這個頻道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電子遊戲 我們有在遊戲裡面體驗類似上戰場的感覺 但是即便是在遊戲裡面體驗 我們其實也很少能夠真的面臨到生與死的那種感覺 我這邊想要讓大家去體驗一下 利用遊戲來讓大家體驗一下 大家去回想一下 不管你們玩的遊戲是戰地好了 我們用戰地來說 在戰地裡面大家有沒有體驗過 當你加進一個伺服器 然後兩邊的實力非常的不平均 你們這邊被壓著打的時候 這邊你會開始發現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你們這邊的狙擊手會越來越多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歸在陣線的後方 我們稱之為規矩 歸在陣線的後方 玩狙擊手去狙擊他們的敵人 甚至有時候可能你自己也會 本來你拿著一把衝鋒槍或是散彈槍 但當你衝出去死了10次之後 然後你發現每次你衝進去也沒有用 大家都還是沒有衝鋒 你們還是被壓著打的時候 你也會開始考慮 也許我不應該換一個那麼衝鋒限陣的武器了 我應該要用一把遠距離的牆 你可能換上一把半自動步槍 你可能換上一把狙擊槍 你再嘗試在一個安全的距離去解決你的敵人 其實在這個 即便是這個遊戲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一些更硬核的遊戲 但即便是在戰地這麼一個不硬核的遊戲裡面 我們人正常的反應都體現出來了 為什麼會越來越多人規矩 為什麼你會放下近距離的武器 而選擇長距離的武器 就是因為其實你是害怕死亡的 當然這裡害怕死亡的意義 跟在戰場上死亡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這遊戲並不會真的死掉 但你依舊是在害怕某個東西 以戰地風雲的這個例子來說 你在害怕可能是你的KD顯得非常的不好看 第二是你可能會覺得你的遊戲體驗非常的差 我已經玩了10分鐘了 我死了大概20次了 可是我還沒有殺到一個敵人 你的遊戲體驗很差 你在避免獲得一個很差的遊戲體驗 第三你覺得如果你這樣一直送頭 卻沒有擊殺敵人的話 你們沒有辦法挽回這個頹勢 你們會輸掉這場遊戲 所以你想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嘗試贏得這個遊戲 所以你才害怕輸掉這場遊戲 所以不管這是我們舉到的例子裡面的其中哪一個 其實你都是有害怕這些的 那我們一步一步來 我們接下來想一個比較硬核一點的遊戲 比方說絕地求生好了 為什麼在玩絕地求生的時候 我現在要大家回想的是 當你第一次玩絕地求生 或者是說 當你絕地求生剛出來 你才剛玩沒有幾次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 可能除了Shred之外 那即便是Shred 也第一次看他玩絕地求生也是這種感覺 大部分的人第一次玩這種吃雞類型 大逃殺類型的遊戲的時候 大家都怎麼玩 大家找到一間房子 搜搜搜搜搜 覺得自己拿到了一把槍 一個護甲 然後有一些補品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OK 穩定的狀態了 我可以不需要再去搜更多的物資 我也 不需要再去拿更多的武器 那這個時候理論上來說 你應該做什麼 你的目標應該做什麼 你應該去殺人啊 對不對 因為你要把所有人殺光 你才能夠獲得第一名 可是大家做的是去殺人嗎 並不是 我們通常最喜歡做什麼事情 我們喜歡找一棟房子 找一個掩體 找個樹 長個樹叢 比方說 然後 蹲起來 為什麼我們要蹲起來 因為我們 害怕 死 我們害怕 輸 我們害怕 遇到敵人 我們害怕自己 沒有辦法活到最後 所以 從這種大大山遊戲 就可以很明顯體現出來 人類在面臨 這種 戰爭 還有生與死的關頭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值得失去的東西 即便 我相信有很多在看這個影片的人 或是平常看我頻道的朋友們 你們可能是個國小國中 甚至是個高中生 然後你們都是輕微的軍迷 加上有一點二次元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常常我們都是一種 充滿理想 然後看了非常多的這些激勵人性的戰爭片 覺得說 哎呀打仗就是這麼回事 我也要像那個士兵一樣 我也要像 羅馬力大礦將裡面的史比爾斯上尉 Captain Spears一樣 我要衝過敵人陣線 通知友軍 然後再衝回來 因為我是 我是 一連的 隊長 連長 我要 激勵我的部下 我要照顧他們 我們會覺得我們都希望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但事實上 我們在戰爭中的時候 不會每個人都像這樣 甚至是 沒有辦法每個人都做到這樣 我這邊並不是在否認說 在人類的戰爭歷史上 沒有出現過英雄 我們就聽過太多那種英雄司機了 那麼多的 獲得榮譽勳章 獲得 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這些英雄人物 那這些人物 才是唯一會被記下來的 所以大家聽到的頻道 聽到的 你都聽到這些人物 那這並不代表這些人物 是多數 相反的 正因為這些人物是少數 他們才獲得了這些殊榮 我們才要去記得他們 如果今天每一個人 都像一個獲得榮譽勳章的 這個士兵來的 那麼勇敢的話 那榮譽勳章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每個人都有一個榮譽勳章 可能攻下一個陣地之後 你們攻下這個陣地 做得非常好 你們非常非常勇敢 那你們整個牌 或是整個連 都受封榮譽勳章好了 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其實 有研究顯示 就是在戰場上面的時候 士兵 是非常 不能叫做無能 應該叫做低效率的 今天當有 我們以二戰來說好了 今天當有一個牌的士兵的時候 可能有 十幾個人 十幾個二十個人吧 如果大一點的話 當在面臨一場戰鬥的時候 其實這十幾個人裡面 大概只有 研究起來大概只有一半的人 他們是在有效的攻擊敵人的 而且這個還取決於這個牌 或是說這一隊士兵 他們是不是有經驗的士兵 我們常常聽到 人家在說 比方說我們看這個三國時代 我們看三國演藝 三國這些電視劇電影之類的 常常都會說 我派出我的精銳部隊 我派出我們的精銳 這些都是我們國家的精銳 是酒精沙場 為什麼酒精沙場那麼重要 為什麼今天當你酒精沙場 你就會是精銳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 今天這個精銳 他拿的武器 跟一個新兵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們舉二戰來說好了 今天一個美國大兵 他的標準配備 大概是一把M1格蘭德 OK 可能是一把M1卡兵 可能是一把湯普森 假設是一個M1格蘭德 這是最普遍的 今天一個 從19 從1944年登上諾曼蒂的士兵 當他到了荷蘭 四花園行動的時候 他還活著 那他就是一個酒精沙場的士兵了 對不對 這個士兵 他的武器會有什麼不同嗎 他會說 就像我們在玩 遊戲裡面 我們常常會有所謂的 士兵升級這個設定 今天有請在玩RTS遊戲 當你有一隊士兵 或者有一個士兵 我們假設是紅色警戒裡面好了 你有一個美國大兵 他殺了非常非常多敵人之後 他就會升級 他會形成一級 二級 最後到三級 那在遊戲裡面 去模擬這些升級的方式 通常都是以 你的士兵的作戰能力會更強 他可能會有更高的傷害 他可能會有更多的血量 但在現實中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今天並不會有一個士兵說 我殺了我在這場戰役中的 第十個人的時候我突然 然後我的肌肉就變大了 然後我的槍突然 本來是一把8發的M1格蘭德 突然變成了一把10發的M1格蘭德 然後又突然又叮叮又升級了 變成了一把全自動的M1格蘭德 然後我的頭盔突然就變厚了 沒有這回事 他拿的武器還是一樣 他的頭盔他的護甲 他的一切都跟 昨天從後方 剛送上來的補充兵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 你跟他沒有任何裝備上的區別 那你為什麼比他更厲害呢 或說這個士兵為什麼會比新兵來得更有效率呢 那就是因為他在面臨這些戰鬥的時候 他會更少的去產生一些沒有作用的時刻 有一些研究顯示 在一場戰鬥中的時候 一場交火中 都不用說戰鬥 就是一場簡單的交火中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士兵 我們剛剛說到 這一般的士兵是真的在戰鬥的 那另一半的士兵在做什麼 他們也不是跑走啊 不可能跑走 如果你直接一開火就跑走 那你會被送軍閥審辦 或者是你會被你的指揮官給抓回來之類的 所以他們並沒有辦法跑走 可是他們又 他們又沒有在開火 他們又沒有在打仗 那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就是 一些研究顯示他們常常會有一些 那就用醫學的角度來說 叫做Cognitive Blink 這個中文翻譯我會把它找到螢幕上顯示給大家看 但這個Cognitive Blink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你曾經可能有一個週末 你終於有一點點時間了 然後呢 你早上醒來 看到自己的房間的 假設 書架上好了 書架上放滿了 放滿了大家收集的模型 或是手辦 假設你是一個玩坦克模型的人好了 你發現你的牆壁上 很多你這麼多年來 坐下來的坦克模型放在牆壁上 然後你就站在那邊你就想 嗯 這些模型已經放在那邊好久了 好像都有點長灰塵了 那個都有點褪色了 然後突然 你停住了 為什麼你停住了 因為你的眼角餘光 看到你房間的角落 有一個黑影竄過去 你就在想 那是什麼 那是不是是蟑螂 還是老鼠 不會吧 我房間應該沒有老鼠吧 那應該是蟑螂吧 可是它好大 那是個黑影好大 那真的 真的是蟑螂嗎 蟑螂有這麼大嗎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在那個 那個那個當下 你原本 所思考的一切 這個信息都 被你遺忘了 你原本在想什麼 你已經不記得了 你的腦子 有點類似一種 短暫的空白 你的注意力被轉移了 那在戰場上 這就是所謂的 Cognitive Link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大家 可能會更好的 帶入到戰場上的情況 大家應該都有在 都有經歷過 或說至少有看過人家經歷過 比方說今天假設好了 假設你在排隊 你可能要排隊買電影票 或者說你要排隊領爆米花 或是排隊打疫苗 不是 所以 今天你在排隊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人快要到你了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 很大隻 比你大隻 看起來就很兇 可能還有紋身 刺青什麼的 他呢 直接插隊 插到你前面 這時候你可能會說 咳咳咳 咳 那個先生 這個在這邊在排隊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人呢 一般人可能就 對不起對不起 但這個人不是 這個人兇神二煞 他轉過頭來說 嘿啦 這在排 我知道有排隊啦 我就很忙齁 或是說 我就插了隊嘛 你要怎麼樣 你 要修爬喔 之類的 結果他就這樣對你很兇 非常大聲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是一個 一般人 就你不是一個 本來就 也是一個 像他那樣的人 的話 你的正常反應應該是 你會 就是 首先你會被嚇到 因為一般人 不會是這樣子的反應 然後再來 他比你大很多 你知道如果你跟他 衝突起來的話 你應該是沒有優勢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一般人的反應是什麼 是 你會動住 然後這個時候 你也不會說 就退後 但是你也不會去刺激他 然後你就會 你就會動住 你可能會 瞄一下周圍的人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不會有什麼 作為 你會動在那邊 你也並不是說真的是 害怕 對不對 當下你的感覺 並不是真的是害怕 可能有一點點 但你也不是憤怒 你也不是說 這傢伙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你就是 你會感覺你腦子 其實並沒有在想什麼 你就是 動住 或者在學校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比你年紀大的男孩 或者是 比你年紀大的這種 呃 大哥哥之類的 然後他們他們欺負你 然後就說 嘿怎樣之類的 那你就會 也會 就動住 這就是類似像 戰場上的這種 Cognitive Blink 所以當一顆子彈 飛過你的頭的時候 那一半的士兵就會 進入類似這種 Cognitive Blink 他們會 動住 然後他們也不會逃跑 但他們也不會繼續他們的步槍還擊 他們基本上就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 直到這個時候 可能一個有經驗的士官 一個有經驗的長官 或是有一個經驗的老兵 他可能會 大喊 就要告訴這個士兵 他應該怎麼做 衝上去 找掩體 握倒 還是還擊 或是什麼之類 撤退 之類的 所以這就是 大家在 在現實戰場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和人 是一個 沒有 在被威脅 在沒有被威脅的情況下的時候 其實人和人 是一個沒有衝突欲望的 我們常常玩 電腦遊戲 或是說看電影 馬上會覺得 當你看到一個敵人 首先 今天要大家要意識到 今天在遊戲裡面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敵人的時候 你常常沒有意識到自己 你自己也是一個人 你只覺得說那是一個敵人 但是 當你在現實中 活生生的 看到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 你的首先的第一個想法 並不是說 喔 他是個敵人 你的首先第一個想法是 喔 他是個人 他是一個跟我 同生同種的人 我們都是屬於同一種物種 你不會說 他是豬 除非 你有很大的醜 這也是為什麼 有時候 在軍隊裡面 醜化你的敵人 或對於一個民族來說 醜化你的敵人 能夠起到一些作用 就是因為 當你不再把對方 當做一個人來看的時候 你會有更高的意願 去殺掉他 人和人 其實都不要講人和人了 在自然界裡面 同生同種的物種 通常是不太會自相殘殺的 OK 今天 一隻狼 通常不會去 故意殺掉一隻狼 他們可能會因為地盤 因為交配的種種原因 去起衝突 但通常他們只會爭鬥 當有一方明確落敗了之後 可能一頭 一頭 公狼 把一頭挑戰他的公狼 給咬傷 然後那頭公狼 已經 退走了 一瘸一拐地退走了之後 這隻公狼不會追上去 然後把這隻 已經收到的公狼 壓在地上 咬斷他的喉嚨 然後讓他流乾血死亡 通常不是這樣的 自然界並不是這樣運作的 我們人 也是動物 我們通常也不會 這麼做 大家回想 你在國小的時候 或是說在幼稚園的時候 你常常跟你同班同學打架 或是說隔壁班同學打架 但你從來不會去把這個人 給弄到死的 即便今天他讓你很生氣 OK 他今天吃掉了你午餐盒裡面的 最後一塊雞腿 你想要把他掐死 但是 你不會真的這麼做 因為我們 人 在沒有被威脅到生命的時候 你是不會有主動的意願 要去殺死另外一個人 殺死一個和你同一個物種的 生物的 所以其實很有意思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一個 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中一個 有一個很有趣的紀錄就是 有一群英國士兵 他們在進行巡邏任務 所以大概就是三四個人 三五個人 他們在森林裡面 做這個巡邏任務 他們走著走著突然看到說 那邊有一小撮德軍 可能也是三五個人 他們也是在做巡邏任務的 他們看到了 那這些 你要知道這些英國士兵 或者說這些德國士兵 他們都是拿著他們的步槍 帶著他們的手榴彈 之類的 他們都是有武裝的 但是他們看到這些德國士兵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他們並不是說 啊!敵人! 然後這些德國士兵也不是 啊!痛! 之類的 他們並不是拿起他的槍 馬上就對對方開火 並沒有 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對他們喊 他們對他們 咆哮 喂! 喂! 德國老 去死吧 之類的 然後甚至 叫到後來 他們很生氣 兩邊互罵 罵到後來很生氣 他們把他們的槍放在地上 然後呢 開始撿地上的石頭 開始丟對方 兩邊就這樣 互丟 丟丟然後罵 然後 這些德國老 沒用啊 你看你看走了吧 沒用啊 真的是 沒用 然後兩邊就這樣 和平的 就推回去了 那這個再對於一個 一個 我們這種常常 看電影玩遊戲 這樣子 理解戰爭的人來說 你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開槍打他 他是敵人耶 他是明天可能這兩槍會殺死你的人耶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你雙有槍啊 你為什麼不打他 但是其實 這就是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當人的生命沒有被威脅的時候 你是不會有主動意願去殺死另外一個人的 今天如果這對英國士兵 看到那些德國人的時候 德國人直接 Arctone Fire 然後開始拿著他們的MP40 或是他們的步槍 打打打打打 射向這些英國士兵的話 那這些英國士兵是 兩種選擇 他們一定會還擊 要嘛就是他們會跑走 那他們絕對不會是像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樣子的反應 因為他們的生命 被威脅到了 今天變成是一個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時候 人 就會有保護自己的慾望 去 攻擊另外一個人 但其實大家要注意 這邊也並不是說 你真的就會想要去殺死另外一個人 那你想 這就是為什麼回到了 在二戰的時候 他們一樣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發現 戰後有一個將軍 美國有一個將軍 做了一個統計 他發現說 在戰爭中 其實有大概百分之九十 九十多Percent的士兵 是沒有在朝著敵人 開槍的 他有在開槍 但他其實並沒有 真的在 瞄準 以要擊殺一個敵人為目的 去開槍 他們的開槍更像是一種 不能算是儀式感 而是一種 就是 讓他們走掉的那種感覺 就是 這些德國老 你們不要過來 就是 基本上他們是一種 我 對著那個方向開槍 我對著敵人的方向開槍 這樣子敵人就不會過來 把我殺掉的一種 心態 尤其是在一戰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一戰的時候 一個英軍士兵在 這個 壕溝裡面的日常任務 其中就包含 早上起來 先洗漱之後 他要做的 首要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 走到壕溝上面 當然不是出去 但就走到壕溝比較高的位置 然後呢 朝著對面的壕溝 開個幾槍 他們也沒有在瞄 他們也沒有看到人 但他們就朝著那個壕溝 開個幾槍 那對面呢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朝著這邊的壕溝 開個幾槍 你會覺得說 那什麼意義 就沒有人給你打啊 你開槍 那是在開什麼意思了 但其實很多時候 在戰場上面 士兵開槍的行為 就類似於這種 我開個幾槍的感覺 就是 我開個幾槍喔 我在喔 我在這裡喔 你不要想 只要過來喔 你過來會被我打到喔 其實很多士兵 開槍是一種 重感覺的方式在開槍的 這就是為什麼 在二戰過後之後 美軍他們 檢討了這個部分 大家其實可以去注意一下 在 第二次射拉戰 結束之前 很多的軍事訓練 我們常常在打靶 對不對 其實在那之前的軍事訓練 很多時候 打靶的靶指 或是他的目標 都是一個 靶而已 他可能是個 圓形的靶 他可能是個 方形的靶 那他都只是一個靶 但是到了二戰之後 很多的這種 軍隊訓練的靶場上面的靶 都被改成了一個 人型的靶 為什麼要改成人型的靶呢 其實是有心理學在背後的 就是他們讓士兵在訓練的時候 就很習慣 朝一個 人的形狀的物體去開槍 也就是 在他們腦中灌輸一種 我在朝人開槍的一種想法 所以到後來 習慣成自然之後 當他們在戰場上 看到那個敵人的時候 他們就越不會進入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這個Cognitive Blink 他們不會那一瞬間 有點呆住 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 他們會已經很習慣了 那邊有一個像人一樣的東西 砰砰砰砰砰 我就朝他開槍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大的提升 士兵在戰場上面的作戰效率 那這邊就回到之前我們說的 為什麼一個酒精沙場 一個所謂的老兵 一個精銳的部隊 對於一個軍隊來說 那麼的珍貴 其實很大部分就是因為 即使他的裝備沒有任何的升級 他的武器沒有任何的升級 但他只要他能夠 避免掉我們前面 剛剛所提到的所有問題 他能夠真正的對敵人攻擊 而且是有效的攻擊的話 這個士兵的作用 在戰場上就會比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那些 沒有經過這些訓練 或者說沒有經過這些 獲得這些經驗的士兵來的 更加有效率 即使他們的裝備 還有所有的配置都是一樣的 你能夠有效的使用你的配置 就會讓你比其他人更有效率 所以這部影片已經有點長了 我感覺我還沒有說到 如何讓士兵 進化去進攻 所以我覺得 之後我們可能可以再開啟一個 一個影片的主題來聊 不然我們這部影片就快要太長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影片我就叫做 士兵在戰場上 到底有沒有在殺人 或是到底有沒有在認真作戰 總之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可能我講了很多東西 然後常常這邊講一點 那邊講一點 但是我覺得核心的概念 我還是有傳達出來的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下一部我會再 舉更多的例子來講一講 士兵在戰場上 我們到底要如何讓他們 去聽命令之類的 總之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我是小潔 再來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記得幫我分享留言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